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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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一发火箭炮将机械分身轰飞了出去 趁着肉脚复原的时间三人赶紧上车逃离 没过多久格瑞斯就开始显露疲态 原来是强化状态透支了他的体力 格瑞斯在未来世界是一名抵抗AI军团的战士 在一次战斗中剧烈受创之后 格瑞斯接受人体改造变成了强大的赛博人 他给丹尼和莎拉讲了未来的人机大战 这次回来就是要保护丹尼的安全 丹尼询问莎拉为何会出现在公路上 莎拉告诉他因为收到了来自德州的短信 格瑞斯发现短信的地址和自己要去救援的地址是同一个地方 于是一行三人穿越美墨边境来到了德州 三人来到地图上指示的地点 发现他们的救援对象居然是杀死了幼年约翰的T800 莎拉想为儿子报仇 不过丹尼却让他顾全大局 莎拉只好先忍了下来 自从杀死约翰后 T800就没有再收到过天王的指令 于是他假装成人类结婚生子 在和人类相处的过程中 T800渐渐认识到人类的价值所在 所以他给自己定下了新的使命 那就是保护新的救世主丹尼 四人不想坐以待毙 等着瑞伯九找上门 莎拉联系上军队的朋友购买能对付瑞伯九的脉冲武器 就在双方交易的时候 瑞伯九开着直升机追了过来 四人开车逃离机场打算坐飞机逃离 瑞伯九开着直升机再次跟了过来 T800将他按在地上一阵扫兽 然而却根本伤不了瑞伯九 最后丹尼将汽车推下了飞机 总算是将瑞伯九赶下了飞机 遗憾的是脉冲武器在战斗过程中被损坏 这下瑞伯九根本没办法了 四人在飞机上刚传戏片刻 瑞伯九又驾驶着飞机跟了过来 四人的飞机也被瑞伯九撞坏 T800拖住瑞伯九 丹尼三人掉在了海里头 一阵折腾之后 三人来到了大坝控制室 此时T800也赶了过来 四人开始寻找出路 然而很快阴魂不散的瑞伯九又黏了烧来 一心四人开始和瑞伯九展开决战 瑞伯九再次施展分身 格瑞斯挥动铁链将人性分身直接削成了几段 T800也将机械分身击飞了出去 然而还是没有什么乱用 很快瑞伯九就再次复原 格瑞斯和T800通力合作将瑞伯九拖进了轮轴里面 在剧烈的摩擦之下 轮轴整个爆炸开来 这下总该死了吧 然而我还是太天真了 瑞伯九再一次从火海中复生 此时的格瑞斯和T800都已奄奄一息 格瑞斯告诉丹尼 现在只剩一个办法能干掉瑞伯九 那就是引爆他体内的能源器官 但那样的话 格瑞斯也将死去 格瑞斯告诉丹尼 未来的世界你救过我 现在也请让我救救你 就这样 丹尼取出格瑞斯的能源器官 将他插进了瑞伯九体内 T800用仅存能量死死摁住瑞伯九 最后和瑞伯九一起领了合法 这一回 周长大人再也回不来了 影片最后 丹尼再次遇到了年幼的格瑞斯 他和莎拉再次上路 两人将为了拯救世界而战 终结者系列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这一季的故事 开辟了一个新的时间线 但是终归是换汤不换药 仍然是人际对抗 拯救救世主的故事 不同的是 这次的战斗主力 全都成了女性角色 让人不禁感叹 不知何时 世界竟已换了天地呢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星星 要是你点赞 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 对抗AI军逃